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耳朵方面的發炎 而引起中耳炎 聽起來好像也挺嚴重的 如果真的說是中耳炎 通常可不可以幫你介紹一下 那個起因、成因 通常是怎樣 以及在你臨床上的處理方法 用同類療法的處理方法 應該怎樣做呢 通常我們都聽到耳仔感染 可能都是內耳或是外耳的 中耳炎當然是中耳的感染 通常是在鼓膜之後 外耳炎通常是外耳感染 通常是鼓膜以外耳道的中間 通常中耳炎的感染 和細菌有關 但慢性的中耳炎 可能是慢性細菌的感染 聚跡或者液體 但也很多時候是因為過敏反應 有些情況 小朋友太早吃的固體食物 或者牛奶 甚至有些是豆奶 嬰兒都可能出現明顯的食物 敏感導致的中耳炎 很多時候這種慢性的中耳炎 通常在心蚊制下 即是斷奶之後就出現 斷了奶就開始轉造 吃那些喝的牛奶 或者其他那些食物 這個很大機會 是因為食物敏感造成的 症狀方面 我們看到中耳炎的感染 當然會很急性的痛 耳朵塞住了 聽覺暫時會喪失 或者耳膜腫脹 很少的情況都會出現耳膜爆裂 或者濃液或者液體 就會流入耳道 慢性耳部的感染 會導致耳膜發紅 你看到耳部受壓 以及耳塞了 通常會暫時失去聽覺 病犯症都會出現 通常耳膜爆裂 但爆裂是不重要的 它自己也會修復 它不會有一個洞 但當然也會流下的疤痕 慢性耳部經常感染 慢慢導致人們的失去聽力 因為始終不斷地爆裂 不斷地流下疤痕 但很多時候發作的時候聽覺變差了 但當液體流失了 流出消失了 聽覺都會恢復正常 還有一些過敏性的慢性中耳炎 我經常叫做Gluyer 即膠魚 黏住 經常都會黏液 而且這種情況 很多人經常乘抗生素 長期也沒有效 因為你要解決 因果性的過敏 因為主要是過敏 就算是急性耳朵的感染 很多時候抗生素 都未必能夠縮短病情 一般傳統西醫 通常會用手術 將一支導管插入耳膜 幫助牠排 即使牠積住 因為積住會痛 但這個情況 會導致聽覺有問題 雖然他們做的意思就是 你繼續下去 那個細粉仔的語言 聽得不到 學不到語言 所以用這種方法 但發現很多時候 這些管插進去 沒有多久會掉出來的 而且長期插 始終會令到耳朵 聽覺一樣會喪失 遇到的情況 我們先留意一下 第一 看耳膜有沒有紅線 是不是真的發現 有胸膜 當然要用耳鏡去看 一般人家裡未必有 我們會看看有沒有胸膜 有沒有裂痕 還有耳膜後面有沒有液體 這也要醫生的耳鏡去看到 有什麼分泌 看什麼顏色 看看那個小孩 是不是臉紅紅 還是蒼白 還有鼻蓋有沒有黏影 如果有是什麼顏色 好了 簡單的字印 如果一個細粉仔 是因為在外面玩 突然之間受寒 來得很快 很地地 突然之間受寒 出現耳部感染 就用烏頭 如果那個細粉仔 在右邊的耳朵 是劇烈的抽痛 臉都紅了 甚至少少燒 去到103 甚至乎更高 這種症狀 癫的Beladonna 好了 如果一些細粉仔 出現了耳朵感染之後 突然之間的脾氣 很挑剔 很不開心 哄幾個都哄不到 很難臭 就用羊金谷CAMOMILLA OK 如果這個細粉仔 因為耳朵痛 是呱呱大叫的 我們考慮幾個療劑 包括流化鈣 HIPPOSALPHERUS 丁茄 Beladonna 以及羊金谷CAMOMILLA 好了 如果它出現 同時出現口臭 利胎很重 還有很多口水 還有很多難聞的汗 如果這個症狀 就用熔拱 Mercuris solubilus 熔拱 熔拱 水銀那種 如果對著一些這樣的小朋友 雖然它是很痛 但是它都是哭哭一下 但是樣子很楚楚可憐 想你抱抱一下它 那這些 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出現這樣的症狀 記住這個療劑白頭翁 可以說白頭翁 是我們首選的療劑 我要用 第一件事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起碼有白頭翁 就可以先用一用 當然 如果症狀配合對 就更加好了 好了 如果發現有腺體腫脹 汗多又臭 曾經有牙齒的問題 這種情況就是用直肚 Silica Terra 直肚 通常同學療化 治療急性慢性的 耳朵感染方面 非常之有效的 急性的感染 通常一到幾天就解決了 慢性或者重複性的感染 你都需要請一個同學療化醫生 因為這個是要進行一些體質治療 防止感染的次數和減少復發的次數 好了 除了療劑之外 另外我們有一個叫做無森花 Malen Oil Malen Oil 或者用大蒜滴乳油 亦都可以幫助滴下去 當然有些人有用雙氧水 雙氧水 稀釋的3%雙氧水 亦都可以沖洗一下它 當然亦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個膠成銀 OK Golado Silver 這亦都可以幫助耳朵 如果什麼都沒有 有些人就是用一些熱的油 橄欖油 熱了都可以的 亦都會有些人 將洋蔥切了之後 切了之後 就拿焗爐焗一焗 將那個熱的面 擠在耳朵那裡 也許有些人 直接用熱的電燈 電拋彈 就放更熱 即是用熱力來治療 這些都是一個可以舒緩的方法 好了 如果我們用滴的油 大蒜油也好 那個Malen Oil 無森花 這種油滴多了之後 就可能用布紗塞在耳朵 廢點油會立即流出來 如果有抗散 如果有抗散 到另外一隻熱 兩邊都要滴 有一種就是熱凍的膚交替 因為會增加血液循環 另外營養素 胡蘿蔔素 如果有急病 每天有5萬個單位 萬性病每天有2萬5千個單位 食物裏面盡量戒那些乳類的食物 因為很多時候是食物敏感 還有任何的小物 過敏那些食物 都要停一停的 最重要是 如果發現一些慢性的情況 真的要小心了解食物的根源 亦需要一個和療法整體體質的治療 好了 在個別的療劑 再和個別大家分享一下 烏頭 烏頭 烏頭通常耳朵痛得很厲害 而且有機會發燒 而且來得很快 突然之間好地地 很多時候 因為在一個冷的環境 吹傷 被冬風吹傷 在24小時就立刻發病了 病人通常都很煩躁不安 很害怕 好像自己很嚴重的就是死 耳朵又紅 對噪音特別敏感 另外就是癲茄 亦都是突然之間發生的 亦都是有高燒和臉都紅了 那種痛是抽痛的 往往右邊的耳朵 是更加有機會嚴重一些 對於光、噪音、震盪很敏感 而且脈搏有一種頭痛 好像脈搏動式 好像脈搏在那裡 霍霍霍霍的頭痛 亦都會發燒到神之不清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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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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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肾脉肌脾气非常暴躁 吵犬巴闭 跟白头腰是相反的 尤其是出牙的情况 通常痛到你要抱着它 怎么抱着不行 要不断地搓着搓着 才可以平静 还有种情况 你发现一边面红一边面都是苍白 争吵 还有不想被你接触 不想被你去检查 怎样安慰它 都搞不定 耳朵却裂得来 非常之劇痛 很多时候 这种是出现那些肾脉出牙的时候 有加上耳朵感染的 敏感非常敏感 这就是阳金谷的主要症状 另外一种就是流化钙 Hipposulf Hipposulfuric calcium sulfide 亦都是很痛的 症状都很痛的 晚上10分钟醒了之后 就大声的痛苦坎地 尖叫的 有少少东西都敏感到死 每个人都令他紧张 因为他对痛非常敏感 风吹吹吹 不行不行 很怕冻 不断地投诉 非常之不满 有时候你看到耳朵也有一些黏臭的浓液 当然这些浓液令到很困扰 有些酸酸的味道 有很多坏的芝士的味道 流化钙就喜欢吃醋酸的东西 不喜欢什么令他差呢 就当他暴露的身体 吹风 冷气 冷呼不行 热就舒服了 他喜欢热 怕冷的 另外一种就是熔拱 不是最后 熔拱 熔拱的水银 通常的症状是耳朵感染 口水特别多 流很多口水 口臭难闻的汗 熔拱的人好像水银一样 寒烧表 对冬和热都很敏感 一会儿太热 一会儿太冷 多疑 不太信尽人 很多东西都是疑类的 耳朵当然痛 痛得尖叫刺痛 也有些分泌物是黏臭的分泌 又臭 又刺激 又大血 熔拱的人有时喜欢吃面包和牛油 晚上会差一点 在温度适中就好一点 总之不要太热 不要太冷 另一种就是白头翁 白头翁就整个感觉好像塞住 眼睛好像不太通 尤其有时有忠义炎之后 他说话你发觉他好像不太听得真 他不太听得真 很多时候有些人伤风尾旗 伤风尾旗之后就开始出现很多黏囚的鼻涕 鼻塞 耳朵和肺部 有些浓愁 淡黄绿色的分泌物 细风尾旗也是喜欢被拥抱 潜住你 不会放你 眼睛濕濕的 整天就好像哭泣 但白头翁记住是不口渴的 晚上都差一点 黄昏 白头翁黄昏的时候 他就是喜欢吃牛奶雪糕的奶类的东西 在焗的环境 暖的环境 或者弄濕的脚就会令那个情况更加差 最后就直肚了 Cilica Terra 通常这些是长期的 整天都是感染 好像不脱的 还有那个淋巴结就大了 你会很容易摸得到 还有体力和精力都不够 很多脚汗和臭臭的脚汗 但那个人是很优雅的 名称木兽 细细粒粒 胆细 但是你看上去很优雅的体型 而且乳膜破了的时候 就会出了很多充满很多恶臭的农液 很多时候这些农液 整天是在这里爆不了的 要靠你用Cilica这个疗剂 被它用了之后 它就有机会爆了出来 Cilica直途是很喜欢吃鸡蛋 不喜欢喝牛奶 这些都是一个直肚的疗剂 中乙盐其实在外国的小孩很多很多 在亚洲的中国的小孩 有但没有外国的小孩那么高 他们有一种解释就是 那个头脑的结构 我们说的移英管那些 这个解释 我觉得主要在外国喝牛奶的习惯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喝牛奶的敏感导致 中国人相认喝牛奶的芝士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环境 中乙盐是没有外国那么高的 但是遇到也需要一个好的尿剂处理它 是 香港现在都是国际化 中外结合 对于很多时候的家长都误信了 小时候一定要喝牛奶 吃芝士才好像足够营养 所以可能也会引起多了中乙盐的问题 刚才听过了 其实中乙盐这个问题 如果不及早处理它 那个成人引起来都真的很严重 就算好像刚才说的 最后那种直早的Synica的形状 你经常都有一些东西塞住 始终对一些小朋友 或者不要说小朋友 成年人如果有这样的感觉 都是很不舒服的 一天到一刻都不会在集中精神 工作上都不会得到一个很满意的成绩 所以应该家中常备一些的尿剂 甚至是我们那些尿剂的套装 对于一些问题的时候 急性病等这些问题 即时及早处理了 就不会等到它变成一个长期的慢性病 才再去处理 就可能也引起一些后遗症 不可以再逆转了回来 所以希望大家多些这样留意 再去处理了一些尿剂 就可以保障到大家 都可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做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尿剂 或者健康产品的资料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00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月药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自然了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 如意识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